哈囉 鏡週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像這部的話 我一開始會focus在同志的身分 可是拍到後面 就跟返校一樣要做很多時代背景的功課 找一些電影來看 春光炸蟹啊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最有幫助的 其實是真的去跟這些人聊天 其實他們有很多人真的 不是那麼快的去認同自己 在他們那條路上面其實遇到了很多困難 有些人甚至現在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感情 放棄去愛人這一塊 但我就覺得這部作品真的有某一些層面 也是想要送給這些人 對 因為那些走過來很辛苦的這些人 真的 我自己聽完的時候 我是還蠻有感觸的 對啊 我覺得為什麼 在那個年代的他們會是過得如此辛苦 然後如果他們年輕的時候跟我們一樣的話 他們可以很自在地做自己 那今天他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屬於他們自己很好的愛情 我前陣子剛畢業的時候我自己有點空虛 對 因為我覺得學生時期真的是一段很美好的時光 然後已經做了一個結束了這樣 那感覺就是你每天上學的時候身邊都有朋友 然後跟你一起 跟你一起在上課 跟你一起在學一些新的知識 跟你一起出去玩 只有你們做什麼事情都一起 但現在出來工作之後你是一個人 可能還有我經紀人這樣而已 就比較孤單一點 開始有些情緒你要自己 跟自己獨處消化掉 在你工作結束之後 對 然後你回到你的生活 也需要你學習怎麼讓自己挑針好 對啊 沒有一群朋友在旁邊陪著你 不然有時候會藉如此就延後畢業 沒有 你早晚還是要面對啊 對啊 你早晚還是要面對啊 故事發生在1987年 我們拿了一個80年代很流行的東西 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 先把它打開看看 跟你弟弟用的可能不一樣 我知道了 但是那個東西 你知道的機會是什麼 知道了 那個 那要怎麼講 收音機 提示 喔 卡帶 好 卡帶機 是叫卡帶機嗎 其實叫水生廳 水生廳 那個是年代最流行的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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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